水泥地上密密麻麻 猛然一瞥 嚇好大一跳 这全是突然窜出 成群结队的马路 被拍下的时间点 是22号晚间7点多 地点就在花莲美伦西旁 祭祠路附近 经常到附近晃晃的民众都说怪 而且时间点多么巧合 你该有吧 之前我们几乎天天在这边散步 都没有看到 对 它不只这一区 另外一区还有 因为另外一区太暗了 我拍不起来 就拍这个在阳庭旁边 那个灯光比较亮的地方 毕竟0403强震发生前 也出现过类似情况 所谓大自然的能量 在22号晚间10点多 也被人发现海岸线那头 出现一闪而过的亮光 从七星潭 南兵 守望哨 望过去都被监视镜头捕捉 是震动波导致区域上空 出现地震光吗 感觉这样的巧合 就很容易去做这样的联想 就是因为之前好像也有 类似的这个情形 那当然人家就会产生联想 但事实上这个不是 因为那一天的一整天 从上午一直到下午 甚至到晚上 北面 花莲的北面 甚至到秀林以北 事实上整个后面雷仪才通过 所以那个雷仪的闪电 那是非常清楚的 专家替大家示意 不过确实也因为 这些镜头补助不少瞬间 当然包含地震发生当下 23号上午8点04分 花莲沿海这起规模5.8的地震 镜头军耐不住摇晃 撑着撑着瞬间低头 只拍到下方木栈道 而时间再拉回到半夜 其实它好几度都是望向远方 却因为余震好几度hold不住 镜头通通在线上放送 镜业程度可说一等一 特别选旅游华高速往上部区 花莲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昨天傍晚到今天清晨 事实上到6点多地震规模那个 它事实上发生的地震是在浅部的 它平均很多地震 大概深度大概4公里到10公里左右 所以算浅的 但主震那个主震事实上是在较深的地方 大概是20多公里的地方 所以这个较浅的情况下 当然风险较高 因为较浅如果真的破了到地表 就会有海啸风险更大 较深当然机率较低一点 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事实上它企图让整个 李宋岛湖的最北端 它开始有点要整个变形 有点慢慢要被抛弃掉的感觉 我讲的是李宋岛湖最北端这一边 因为但是在更北边它已经是隐墨下去了 所以就隐墨 那更南边就是 这整个已经还在碰撞过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有点尴尬 就是它就是要隐墨不隐墨 要碰撞不碰撞 但是它又产生很多的破裂面 所以0403那个地震主要就是在下面那一层 二十多公里的地方 你如果把它算是一个整体事件 当然可以这样考虑 但是如果你把它用两个不同的破裂面的话 它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破裂面产生的东西 所以看你怎么定义 因为昨晚上规模6.3那个地震 它实际上是叫浅 当然它的破裂面也是倾角往西 当然是往东就看你接近海面的地方较浅 所以如果这个地方规模再更大的话 它实际上整个破裂到海床情况下的话 那这个情况下就会引起海床 如果有变动情况就会引起海水变动 所以引起海啸的规模可能就相对较大一点点 如果后面都是余震 没有再吹个更大的 如果说没有产生更大的地震出来的情况下 那当然还OK 但是如果说又像0403那个规模7点多 而且发生在浅部的话 那它产生地表变动的情况下 会就会更剧烈 那海啸机率就比 那个较有规模的海啸可能就会较明显一点点 市长有学者说 跟台湾小庆域的海洞性感染症 如果它发现海洞性感染症会造成状况 它会咬的非常棒 然后咬的时间会很准备的 那是因为海溝型地震在我们这个气方在偏北一点点 那因为海溝型地震因为它主要也是板块在 在两个在挤压过程 在俯冲挤压过程 那它的也许两个接触面就较大 所以万一破裂的面会较大 所以一般海溝如果产生地震时它的规模就会较大一点点 那规模较大情况下的话 大概所有人都会咬的就较厉害 这个毫无疑问这样 转一圈过去一周全世界的地震 都呈现在全球地震3D即时直播影像 而台湾的余震已经堆叠到就像是101大楼 截至23号下午3点09分 0403主震加上余震已经有1177起 其中规模6以上的有4起 规模5到6多达60次 还有网友贴出密密麻麻的地震记录截图 直呼自己一直处在浑浑噩噩的状态当中 我们从它的位置还有它的一个发生的时间 目前研判它仍然是属于 7月就是4月3日规模7.2地震的一个余震序列 都是余震不需要太过恐慌 只是看看0403地震阵阵央位在寿丰外海 之后的余震则是一直往北到绣陵外海 就连23号凌晨两起规模6以上的余震 也都不在米伦断层上而是临顶断层 但怪的就是这次倒塌的天王新大楼 富凯大饭店以及统帅大楼 却都是在米伦断层上 大家还记得的话 就是2018年0206 那个米伦断层有强烈的活动 所以米伦断层附近的房子 在那个2018的时候 已经有严重受毁 这一次的那个断层 跟米伦断层比较没有直接的关系 应该只是巧合 再加上这三栋楼有两栋 原先就被贴上围楼红单 只是从主镇到上千起的余震 镇央不只逐渐往陆地移动 镇源也越来越浅 其实是好事 好事好事好事 地震会渐渐就变少了嘛 浅浅的那个小小的断层 都已经能量都释放了 所以就那个点而言 能量已经释放差不多了 不过专家也说一般规模7.2的地震 能量不会在短时间内释放完 根据921经验大概还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民众还是要做好防证措施 早上8点多花莲发生规模5.8地震 受风花莲大桥距离摇晃 路标电线杆也不断的晃动 蓝色乡型车驾驶件状立即停在路口 不敢开上桥面 而天摇地动连小鸟都感受得到 马上停在路标上左顾右盼查看情况 4月3号花莲大地震至今 已经发生超过千次的余震 尤其从4月22号傍晚5点多开始 一路震不停 晚间10点11分的余震规模来到5.9 23号凌晨2点多 接连两起地牛翻身 最大规模甚至来到6.3 吓坏不少的民众 一有余震麻生尖叫爬下躲避 来自花莲凯歌园中途之家的少年们 暴受地震煎熬 少有余震晃动走非常的紧张 昨天2点多地震那一次很大的时候 他们基本上都是在空地外面 整个晚上都没有睡好 原庆主任表示 0403主阵把园区的房屋整坏 孩子们先被安置到花莲借菜总会 而借连不断的余震也吓坏这些小朋友 让他们不敢入睡 还有家长深夜被震醒立刻转身 护住床上的孩子 感受到强真威力不敢大意 觉得很可怕 我连上厕所都不敢 有民宅墙壁甚至被震破一个大洞 花莲民众也因为余震不断 听了整夜的国家旗警报 根本就怕到睡不着 许多民众跑到大马路上避难 只希望不要再震下去 尽快恢复平静生活 TVBS新闻公众新闻中花莲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